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说所谓的就是稳健乐观是指这种情况的话 那也没错了 今天指数对继续往上走 而且今天收盘的位置呢 确实也重新站上了季线跟月线的这个位置 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短线的多头似乎来讲的话是不错了 就在基本上它真的也重新就站上 你记不记得我昨天讲的重点就是往上先挑战月线吗 今天确实也站上去了 那从结构上来讲的话呢 而且闯了这一波反弹也来的新高 各位说过 从这个角度看的话 似乎这个大盘队确实是有往上走的这样子的迹象 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你往多的方向看的话 其实也没有错 但是重点是 但是各位重点是 虽然说你从这个真命中的讲话也好 你从这个结构上来看 确实今天这个盘是往上走没有错 但是各位问题是 今天这个盘中却出现了有一个现象 你必须要注意一下 什么现象呢 我们就直接看微微信的强势短波你就知道 各位你看 我们先看下面看这个大户多空力道指标就很清楚 昨天指数大涨对不对 昨天大户做多的力道算是很强 但是各位问题是今天呢 你看今天这一天大户有没有做多 有 但它的力道 它整天的力道 有没有穿越那个区间盘的力道 没有 也就是说好 那你说这个盘对不对 除非嘛 如果说明天贵 我直接给你讲明天好各位 如果明天开始 从开盘开始 明天的盘 我的大户多空力道指标 能够走出像昨天这种状况的话 那这个盘对明天开始的话 是有机会就继续往上走 大家各位我再讲一次 可是重点对不对 必须明天从开盘之后 大户不但要做多 而且做多的力道 能够穿越那个区间盘的力道 能够持续走的话 这个盘有机会明天开始继续往上攻 但是我说过了 可是各位在今天对不对 在这个结算日来看的话 似乎大户有做多 可是做多的力道又不是那么强 所以今天这盘不就来回给你震荡 上下就差不多多少 40点左右 震荡了一整天 为什么震荡一整天 我说各位 我也在讲对不对 我说各位 做期货要判断盘是有多简单 你知不知道 你只要每一天 遵循为国庆的期货操作的SOP 第一个对不对 从开盘开始 今天大户在做多还是做空 对今天是在做多啊 但重点来了 那今天是什么盘 今天大户有做多 可是那个力道 整天的力道都没有穿越 那个区间盘的那个白色的虚线 我所谈的这个东西 对吧 所以各位你看嘛 你自己看 昨天盘大涨 为什么能够大涨 因为大户做多的力道 对不对 导播我们可以再大 我们先看下面来就好 远远的穿越了 有没有 那个白色的虚线嘛 代表说这个盘就是一直往上冲嘛 可是各位你看 今天一整天的时间对不对 再怎么弄再怎么弄 那个做多的力道 没有穿越那个区间盘的那个力道 对 随贵啊 你看嘛 我讲随贵啊 每天你归你看盘 你根本不用看盘 你光看我的大户指标 东风力道 你都知道大概这个盘怎么走的 前两个对不对 一路往下杀 尤其各位记不记得 礼拜 礼拜一那一天 礼拜那一天 哇 大盘变里帮往下杀了几十 快杀了快一百点下去啊 那天盘中外资还加控了六千多口 不是吗 但各位隔天马上就 昨天就跳上来了 所以各位你自己看嘛 对不对 我说各位 其实这三天是很典型的 一天大跌 一天大涨 今天为什么横盘 今天全市场一路在看多 大家都在看多 可是今天盘为什么没有继续大涨 因为今天对不对 那个大户指标的力道弱弱的 所以今天的盘 其实上下来回震荡 就不过差不多四十点嘛 所以各位你看 就这么三天对不对 一天大跌 一天大涨 到一天横盘 我说各位 但是问题是 今天刚好礼拜三嘛 所以各位听到 对 从这个礼拜一开始 礼拜一 导播来 我们看整个这个图好了 礼拜一对不对 大户强烈做空 指数跌了快一百点 昨天大户强烈做多 涨了又一百点 然后加上今天跳空上去 可是听到对不对 做多温温的 今天变成横盘一整天 所以各位 你知道吗 大跌也好 大涨也好 横盘也好 有哪一种盘势 有哪一种盘势 能够跳脱为国际的 大核多空力道指标的掌握之中 但是问题是个问题是 当然对不对 礼拜一很多人 你在留空单的时候 为什么昨天礼拜二 空单不知道要回补 因为讲说 哎呀对不对 外资还加空六千多 可能这盘一定下去 一定涨不上去 好了 到了昨天大涨以后 哇 大家都想说 今天这结算会拉高结算 拉高结算 今天还会大涨 今天可能对不对 有涨没有大涨 所以各位你看 光是这三天的盘 我请问你 任何的盘是 其实指数不外乎 就是三种盘 跌吗 涨吗 盘整吗 不就是这样子吗 但重点是对 不管每一天 这个盘是涨也好 是跌也好 它是个区间盘 或是个趋势盘 我请问各位 这是对 这种东西 有哪一天 能够脱离掉 维国际这个SOP的操作 有哪一天 没有被维国际 对不对 这个大核多空力道指标所掌握 所以我跟各位讲 我一直讲 各位你做期货 做期货你不要用瞎猜的 不要用瞎猜的 每一天从开盘 这是礼拜一 这是昨天 这是今天 每一天的盘是 到底这个盘会涨会跌 你只要看维国际上 大核多空力道指标 看看箭头 你大概都知道 所以礼拜一为什么大跌 箭头翻空 大核做空 做空的力道 对不对 远远的超越了 有没有 那个区间盘的力道 所以礼拜一往下杀 快一百点 昨天呢 开盘以后 跳空 本来跳空也跳得不是很高 但重点是对不对 整个盘中 一路做多上去 做多的力道 穿过了区间盘的力道 所以指数 往上涨了一百点 那各位今天呢 不好意思 今天上了横盘四十点 所以各位 如果说今天你盘中 你很用力去做多的话 其实你今天多弹 你会怕怕的 尤其盘中对不对 上到 七几 九二八零 就给你瞬间下杀 上去又给你瞬间下杀 我说各位 今天你抱多弹你会抱得心惊胆跳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答案在这里 所以各位 我再讲 每一天做球 拜托 拜托 你每天从开盘开始 你看看维国青的大户指标 这个多空力道 对不对 这东西每天 你有盘中及时盯着看的话 我相信对于你 判断当天的行情要涨要跌 一定有极大的帮助 好 除了这两个之外 再来第三个 其实有是贵 真正一套好的方法 是不会改来改去的 每天就是这么固定的三个方法 还要再来第三个 对不对 箭头跟大户有没有同向 有同向 箭头翻多 大户做多 就是盘中很好的一段 箭头翻空 大户做空 一样的叠给你看 对不对 两者不同向 横盘给你看 好 那各位 到了今天开盘的时候 问题就来了 你自己看吧 打从礼拜一 对不对 强势短坡 那各位 每天我都按照这个指标 来导播 已经被挡到了 可不可以强短坡 对不对 从礼拜一开盘的时候 9210箭头翻空 大户做空 做空的力道很强 击杀下去快100点 各位还记不记得 当礼拜一 很多的人是在留空单的时候 礼拜一外资盘中 还加了6000多口空单的时候 可是各位 礼拜一的 我的节目你有看 那天尾盘 对不对 强势短坡 根本91世纪的箭头 是翻多的 好 翻多不打紧 重点是对 昨天礼拜一整天的时间 哇 大户做多拼命 强力做多 蹦上去100点 可是各位 今天最有趣的就来了 今天的盘 跳空上去以后 发现了什么状况 哇 强势短坡 9275是箭头向下 箭头向下 可是大户没做空 第一个对不对 箭头跟大户 两者是不同向 我就讲过了 两者不同向 从SOP来看的话 已经很明显的告诉你 对不对 我说各位 这就代表说 这个盘已经要盘了 看区间盘 有两个方式很好判断 第一个对不对 光看维国庆的大户 多空力道本身 你都知道说 哎呀 今天这个盘 多头空头力道强不强 对不对 光看大户指标 也看得出来了 多空力道强不强 一看就知道 除了这个之外 对不对 第二个方法就是 第二个方法就是 我一直在讲嘛 还有一个方法 对不对 就是箭头跟大户 两者有没有同向 有同向 那都是急拉急杀的一大段 但是如果箭头跟大户 不同向 譬如箭头翻多 大户做小空 箭头翻空 大户做小多 那也代表 对不对 这个盘是个区间盘 好了 那今天不是一样吗 你从大户指标看也好 你从箭头跟大户指标 加起来看也好 那今天对不对 为什么盘盘的这个样子 记不记得各位 今天是盘的 对不对 到了927级就急杀 盘中再弹到 弹到大概9280 又给你急杀 一杀杀到9250去 尾盘了晃来晃去 最后结算在 结算在928级那个地方 所以各位看懂了吗 所以各位 这是到了今天为止 开盘以后 因为强制短波 9275其实箭头是先翻空的 大户是没做空了 好各位 那问题对不对 又来 那我考你一下 当箭头翻空 大户没做空的时候的话 那这一笔我会怎么做 怎么做 对嘛 把前面对不对 这一笔多单 把它获利了结一趟 稳健的投资 其实你可做可不错 假如你很喜欢强短线的话 可以做 但对不对 你就知道说 我做下去的话 230点就得跑一下 那各位就这样操作而已 所以各位 你这样对不对 可是问题各位 我说真的了 这三天以来 就如同刚才投资生所讲的 这三天其实对很多投资 是很折磨的三天 明明礼拜一 怎么看这盘就是要跌 你从K线图看 更是明显了 我问你 各位在礼拜一那天的时候 对不对 怎么看 哇礼拜一那天盘中 倒不然放大来 就这根黑棒 再怎么看 对不对 都好像一幅准备要杀坡的样子 对不对 这根中黑线 我想各位 所以为什么礼拜一 很多的人去留空单 哇这样杀 大概要杀下去了 何况外资 对不对 加码6000都会有空单吗 但是各位 但是问题是礼拜二 不单开盘之后 往上开 而且直接哇一根大涨上去 所以各位 这个礼拜啊 对于很多投资 你做球场的话 是相当折磨的两三天 而且对啊 就是因为很多人礼拜一 你去留空单 到了礼拜了 对不对 开盘也不知道空单该补 还想去啊啊看 结果哇 一拉上去100点 很多人当场就毕业 很多礼拜一的空单 礼拜当场就毕业 那你说 你下就出场的话 那你说今天你能怎样 你看你就是观望 但是各位问题是对不对 问题是 我现在给我的节目 你看也不止三天的吧 但是希望强势短波 对不对 从礼拜一开始 一开盘没多久的 9210翻空 箭头翻空 大户做空 到那天尾盘9147 箭头开始翻多 礼拜二开始 开盘以后 大户开始做多一整天 到今天礼拜三 开盘之后 9275是箭头其实向下的 那各位我请问你 如果说每一天对不对 你能够按照线头 这样子来操作的话 一样嘛 我请问你 什么样的盘 你会做错方向 你就算礼拜一 你有去空它好了 到礼拜一尾盘 对不对 看到这种数字的话 你起码空单先补一补吧 我说各位 对不对 这三天以来 我说过了 对于多战来讲的话 是一个折磨的三天 可是你拖过游戏了 对不对 强势短波的箭头也好 拖大户指标也好 我请问你 哪一天的盘 会把你搞得迷迷糊糊的 哪一天的盘 你会看不懂 就这么简单 各位 我大概算了一下 从礼拜一 从礼拜一 箭头翻空以后 对不对 到礼拜一的尾盘 到今天开盘为止 各位 这三天的时间 此处这样来来回回 已经快要200点了 问题是各位 问题是这三天以来 你做多做空 先不要说你赚多少 我只问你 你的方向对了没有就好 我刚问这个问题 很多人就傻了那个地方 这三天的方向 你对了没有 很多人就摇摇头 那不要说你赚多少点 各位 这三天对不对 你做对跟做错 来回相差 起码300点以上 那是多恐怖的一件事情 所以各位 说真的各位 到今天八月份结算 我想刚好 对不对 也是对于很多人来讲 你今天下午 趁着这个时间 你的心里面 你稍微沉淀一下 你想想看 你今天起火怎么操作的 你昨天怎么操作的 你前天怎么操作的 这个礼拜三天以来 你怎么操作的 过去以来你怎么操作的 我很重点是 那明天开始的 对 明天开始进入九月份 你准备怎么操作 好的方法在哪里 好的指标在哪里 不只是如此而已 是不是 所以我跟各位讲 而且各位你自己看 其实说真的 这个盘这样子来回震荡以后 其实很多人想说 那这个盘 对不对 这个尊重会主委也讲说 这个所谓开始 开始看稳健乐观 然后这个盘也开始 对不对 像刚才讲的 这个盘呢 到今天收盘为止 指数有曾经占上 季线跟月线 那这样子的话 对不对 那到底这个盘 是不是就开始看好了 我顺便就跟各位 我们把明天的盘事 我们就来分析 分析好了 对不对 在讲这个明天盘事之前的时候 结构上看 对 是又一根红线出现的 可是各位你要知道 这里面还有一个玄机 玄机在什么地方 我把今天的报纸整理给你看了 好各位 你也知道了 本来到前天的时候 对不对 外资啊 那个 这个净空单 大概在一万六千口左右 到了昨天礼拜二呢 盘中已经回补了一万多口了 所以他们现在净空单不多 到了今天大概都补掉了 但是重点是重点是 另外还有东西 但是呢 前十大交易人哦 他们呢 在九月份的那个 那个部位里面的话 各位哦 他们的留仓的空单 却增加到八千多口哦 也就是说 八月份对 结算掉了对 可是到对于九月份来讲的话 各位哦 前十大交易人的空单的口数 并没有少哦 那你说这盘该怎么操作 看多了吗 要看空吗 我跟各位讲 各位 你问你久不久 我又过去我在节目上 其实我天天跟你讲 很重要的观念 我说各位哦 做期货对不对 与其每天呢 去看什么外资怎样 什么十大法人怎样 什么消息面怎么样 对啊 各位每天你看到好多好多的消息 你消息看越多 你只有头脑越混乱而已 这边多那边 对因为你看到这边多那边 空那边空这边多 对不对 你在你的脑筋里面 你看越多的资讯 你只头脑越混乱而已 但是我讲过 各位哦 但问题对不对 每天做期货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真理 一个王道 是吗 你能不能把钱 撞到口袋里面去 那我跟各位讲 好了 那各位哦 那明天的盘开始 到底该怎么看 那我跟你讲了 还是一个重点了 第一个对不对 我说各位 我劝你了 真正每一天操作 能够把钱撞到口袋里面 去的话 我跟各位讲 那必须你的指标 对不对 是要很精准的 方向对不对 透过箭头 透过大货指标 能够把方向先抓对了 各位哦 做期又没别的本事 方向抓对而已 转折点抓对而已 对不对 各位 每天想把钱撞到口袋里面去 你必须对不对 要有好多指标 这是第一个 然后各位第二个 重点来了 我刚才直接 我们就把强势预判 我们讲明天的行情好了 各位哦 其实各位 你知道今天这个盘 收了以后啊 其实有一个重点也出来了 你知道什么重点吗 来我们直接看 如果现在这个读以外的 强势预判 各位你自己看 今天这个盘呢 我还是从这边讲 今天开盘以后对不对 其实强势短波9275 是建筑是向下哦 是向下哦 好 那我们回去看强势预判 各位 强势预判对不对 出现了分歧的走势 什么叫做分歧的走势 各位因为我说 因为强势预判 判断两个东西 第一个 强势预判 看短线的这个指标 其实今天哦 在开盘的时候 是还没有跌破支撑 可是呢 到了盘中以后的话 确实是 把过去这两天以来 这个支撑线呢 又跌破了 所以呢 到今天收盘为止的时候 各位哦 其实上面上 出现的是两个压力哦 各位哦 所以对于强短波 我们看短线的话 是上面有压力 但是呢 从坡的角度看 对不对 各位哦 反正预判未来的话 一定是短线跟坡段 两个都要看 可是从坡的角度来看的话 可是各位哦 确实啊 下面是有支撑的 下面是有支撑的 也就是说 目前这个盘 从明天开盘以后的话 变成是 上面有压力 下面有支撑 也就是说 这个盘呢 会形成一个 有没有 会先形成一个 区间震荡 所以重点就是 从明天开始的话 这个盘到底是要突破 这个短线的压力 去继续往上走呢 还是呢 往下打了以后 打破了支撑线 开始往下 关键的位置 是在这两个地方 这才是各位 明天开始 说真的 我讲各位 每一天对 做期货啊 真正的王道士 把钱撞到口袋里面去 你要能够把钱 真的能够撞到口袋里面去的话 做你对不对 你必须知道 每一天 那个关键的支撑压力 在什么地方 要说那个关键的高低点 在什么地方 你能够拿捏得住 那各位 那是能够撞到钱的开始 是这样子 好 除了包括了期货表现之外 在个股方面 怎么来看呢 包括了昨天这个TPK 在这个盘中收盘的时候 涨上了这个程序预判指 今天在TPK的走势 是不是真的 能够继续的往上继续功课 我们稍后回来 勇成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勇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勇成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勇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身体的保护屏障 今天起喝有肠胃两项认证功效的 AB幽肉乳 有效改善肠胃环境 肠保健康 帮助你离它越来越远 天天喝AB 天天肠胃健康 爸爸 他们都是高飞得好轻松 所以想跟他们一样 是个小朋友背起弧度来设计的 中间分散 背起来都会很轻松啊 后面是透气设计的 不会热哦 我多希望你轻松一点 孩子只需要一个好书包 他是咱的宝哦 乙保书包 全省Back to you 百达游都买得到哦 不同的观点 看见更多的角度 不同的产业 看到更多的机会 不同的人生 看见更多的勇气 不同的语言 看见更多的事业 三立全球财经 看见趋势的力量 康备要打招 身体也要有 我只喝台糖险晶 护肝抗疲劳 你也要天天喝哦 夹节送礼 就选台糖险晶 活力人身影 多糖体礼盒 预备 开始 哇 变小了 一口一个刚刚好 全新mini Aureo 随时放下 欢迎再来回到 绝大圣先机了 接下来就各股方面 当然是要来细看一下 这个程序预判 到底有没有赚上 好 那各位 在讲股票之前的话 是提前之贵 因为行情到这个地方 已经进入一个 关键的位置 所以各位 如果你要知道明天 整个大盘的 关键高低点的话 一定要各位 请你今天一通电话进来 你要想知道 掌握明天的 那个大盘的 关键高低点的话 今天一通电话进来 好各位 那除了对不对 除了大盘之外呢 那个股啊 那有趣了 各位记不记得 昨天在节目上啊 因为我一直讲说 各位其实这个 股票跟做期货一样 就是股票到底 每一档股票 对不对 它到底是处在 一个上涨的阶段 还是一个下跌的阶段 那各位 昨天就有趣了 各位 我一直跟你讲 我是用TPK 对不对 其实TPK是很多投资 很喜欢的一档股票 因为它的 第一个它的股性 其实是蛮活泼的啦 第二个它的股价 对不对 你说高也不高 低也不低 对不对 如果是你资金大一点的话 很多人喜欢做TPK 但是关键是哦 各位记不记得 昨天 这是昨天的K线图 这放大点来 各位 昨天有没有 TPK收盘的位置 说在什么地方 说在这里 叫做在这里 这195块 这195块 可是各位 问题是 到昨天为止 那个TPK 自从从280块钱 颇端出现卖讯 这个关键性的转折线 一直下来 到了昨天 你知道收在什么地方吗 195块半 所以昨天 昨天他收的195块 各位 就是差个五毛钱 没有站上 这条关键的转折线 所以昨天 你记不记得 昨天还问我说 喂老师 那这个到底叫做 就算站上没有 我说没有 我说各位 这个东西就是很严谨的 有站上 没站上就是没站上 只是因为差了五毛钱 好各位 但重点是 可是各位 你记不记得 当TPK前两天 尤其就在礼拜一那天 大涨一天的时候 为什么礼拜一TPK会大涨 因为那天早上报纸 有报一个消息 各位因为 因为花旗环球证券 他把TPK调升到 买进的平等 然后呢 然后原因是因为怎么样 因为他说第四集 对不对 因为可以抢搭 这个iWatch的列车 这个iWatch这个列车 然后跟什么物联汽车的物联网 然后之后这触控的笔电 讲了一堆 哇明天的获利成长 可以成长170% 好厉害 对不对 各位 可是问题是 不管今天你这个外资 你怎么样去说 这个TPK 有多好多好多好 但是各位 拍摄 你外资对不对 你花了一堆的东西 讲它好 可是各位 所有东西加起来 底不过为国庆 一档股票 它的关键的转折点 因为这个关键转折点 我说过了 昨天是在195块半那个地方 而TPK呢 哇 努力的涨了好几天 对不对 但是昨天收盘位置 拍摄 收在195块 箭头啊 没有翻出买讯 就是没有翻出买讯 各位 就不像 对不对 之前这个地方 股价能够真正突破了 那个压力线以后 突破那个转折线 波段出现新的买点 只有对不对 从176 哇 啵啵啵啵 涨到282 涨到105块钱 好猛 对各位 记不记得昨天 对不对 我要讲说 各位 这种关键的位置啊 一档股票 到底是它真正要 重新要起一个波段 还是这个地方 是反弹结束的 反弹结束的位置 昨天 对各位 不管它昨天怎么努力 就是没有站上这个地方 只差五毛钱 所以各位 到了今天 对不对 一开盘 就往下杀 TPK呢 对不对 倒不然我们再放大来看 因为看这地方 看到没有 今天呢 昨天站不上去 就是站不上去 所以今天被卡比卡给你往下杀 所以各位啊 说真的啦 你从维国线的 起货的角度看也好 各位 你从对不对 从这个股票的角度看也好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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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就讲 是贵哦 这真正是非常非常的严谨 哪怕那一点也好 那五毛钱也好 有翻多 就是有翻多 没翻多 就是没翻多 所以各位 我希望从这一条 你能够了解到 原来各位啊 在股票市场 各位在企业市场 对不对 所有东西的操作 这么样的严谨 好 而且反正过来 TPK对不对 就算外资给它 那么多的利多 但是因为股价翻不过去 我的转折线 对不对 所以到今天 跌就是跌 可是问题 TPK跌 可是问题 今天国巨 又爽破端新高 虽然今天只是小涨一点点 可是各位啊 今天盘中的股价 还是又闯了破端新高啊 为什么 因为对不对 早从上个礼拜 那天开始 在20块做这个地方 第三次 就是国际这波 从14块 从这四个月以来 从14块开始上涨以后 14块 17块6 到对不对 20块 出现了破端 第三次的买点 代表这个股价 就是要涨嘛 所以各位啊 昨天礼拜是涨停板 今天呢 虽然说来回正了 可是今天盘中 甚至收盘的位置 一样 还是闯了一个新高嘛 所以各位啊 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各位 我说我讲各位 股票这种东西啊 对 基本面你可以讲 很多很多的东西 哎呀怎么好 怎么好 怎么好 怎么坏 怎么坏 可以讲一堆了 可是问题是各位啊 除了这种东西之外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真正最关键的 股票要涨要跌 哪里是不是一个买点 我跟各位讲 你却要回归到 对不对 微博现在这些箭头 上面来看的话 你才知道说 这档股票 真正符合要涨的条件 要涨的条件 要涨的条件 否则不来 就是没站上去嘛 所以各位啊 这东西我说会 是非常严谨的 而且德加先生 对啊 我讲说你要知道 明天整个大盘的 关键的高低点的话 请你赶快 接电话进来 好 感谢你的收看了 我们再会